柯文哲的竞选办公室被人安装窃听器 竞选对手连胜文跟连胜文竞选总干事蔡正元 也立刻出面说明 要求柯阵营拿出窃听证据 蔡正元还说如果个人涉及窃听 要立刻退出政坛 柯文哲的政策办公室经传出窃听疑云 引发各界的震惊 选举将近时机敏感窃听的矛头 被外界指向了竞选对手连正元 连胜文5号一早就出面表示 窃听是选举诈述 当年陈水扁也使用过相同的怪招 柯先生是乌龙的指控 甚至是来转移自己参与人体器官买卖 这种丑闻的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希望他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 退出这场选举 连胜文的竞选总案是蔡正元 也重炮抨击 指称这是柯正寅自导自演的新版脚尾犯事件 他还说如果真的有窃听器 柯正寅应该赶快交出来 甚至发誓 如果个人涉及窃听将立即退出政坛 由于蔡正元接连公布柯正寅的市政考察行程 以及市政顾问团的名单 让柯正寅怀疑资料外流是否跟窃听有关 财政员回应 这是柯正寅政策总监张景森自己大嘴巴 对外说的 绝对没有窃听跟安插间谍这一回事 记者综合报道 没有窃听